蕭文貴 才剛剛陶醉在前面三位講者裡面就換了 我今天主要是帶來一個材料 然後這個材料 因為我們有偉大到就是有那麼多的那種 就是可以跟人家分享的東西 那我只是把過去七年的東西分享給大家 我做了七年的學生 那我剛剛也聽到很多人就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 可是那大部分有很多我都有經歷過 那我來開始一一講一下 對然後其實主要是如果哪一天就是我死了 你們就就是我現在當然活著啦 就踏著我的屍體前進吧 就從2006年之後 我從松山高中畢業之後 就到國立基南國際大學 有一位學弟念書 然後我在那邊念書的時候 就是我當時 因為高中的時候 就是覺得已經受夠 原本高中有一次有很強烈的念頭想要修學 然後就還是成到高中畢業 所以回到大學的之後 我想說反正就是學自己要的東西 可是到大學之後有點不如意 結果最後我其實在大學那一年 就在濟南的那一年中 我一直的往就是一直到台中跑 一直往台中跑 然後像是一到假日的時候 我就往台中跑去學其他的東西 因為我發現當時的埔里還沒有那個果道 所以非常的辛苦 那之後我到就是過了一年之後 我發現那邊就是在待久的話 就是不知道會幹嘛 就像幾次走路 所以我就決定我就要離開那邊 那我就跟我的教授遞交了一個 反正就是退退申請書 然後就退學了 然後退學之後我也不知道要幹嘛 那我就先到了 在北投社區櫃化工作室的大廳建築事事務所 然後就開始在那邊 就基本上我進去的時候 我基本上是有點像是笑欸 就說拜託收留我 我剛才還記得那天是下雨天 我就進去說請他收留我 然後就說我可以不要一毛錢 我可以幫你做任何工作 然後當天我就在那邊 就是一拿到這工作我就在那邊住下來 然後之後在這一年中 我有到就是之後還到去 那個一個在天母的那個畫室去選擇 因為是有一個好朋友他介紹我過去的 我就想說好我過去看看 然後在之後在事務所待了一年多之後 也覺得自己必須要有所成長 必須要為建築事負責 所以我當時覺得自己的能力有需要再改進 所以我最後就去考福人大學景觀設計系 然後就進了福人大學景觀設計系 然後進了福人大學景觀設計系之後 我當時剛開始進去的時候 還發現啊學費好貴喔 就有點被嚇到 所以我當時就告訴自己 一年內要把福到我要學的東西 就我主要要的是什麼 就趕快列出來 然後在福到那一年內趕快學完 不然的話如果要讀三年 那個學費我當然不請 所以我三年的時候就把福到建築 那個景觀設計系我要的東西讀完 然後我就之後就趕快離開 然後可是我還是要為我那個建築 就是當時在北投離開的時間 是差不多在 就在 進入台科大之後 然後就是當時我還在大靜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還有需要其他東西要學 然後基本上我就是把學校 當作一個輔助我前進的東西 這邊沒了東西 搜刮完的知識 然後我就轉學 然後就走 不離開 然後那邊有我要的東西 哪裡有我要的東西 我就過去那裡 然後我就待 我最後就到台科大 然後那邊有很多專業 我在那邊其實待了比較久 可是最後我還是發現 台科大有一些東西 他們學校設計的課程 和他們其他的系所 還是有我沒有要的東西 所以我在台科大的時候 我要跑北科大的 研究室 一個老師去學研究方法論 那當然我們學校也有 研究方法論很強的老師 可是 可能就是 會有一些衝突 然後你就沒辦法在這間學校選 可是還有另外一個 非常意外的是 因為知識不足的關係 我跑去了實力補習班 那大家應該知道 應該都不知道 就是這個補習班 在我們建築系裡面 就是 他是專門考建築師的補習班 然後我是 為了就是 要在學其他 跟學校更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就 花了錢去那邊補 然後因為他當時有個方案 是眾生的 所以我到現在都還是 可以去學那個知識 我覺得很好 那 基本上 然後在 在台科大的 過了兩年之後 其實發現了很多東西 然後又有很多的衝突 然後當時有改變了 我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最後去了 振興道場 意思就是說我去學了 格鬥機 當時因為我相信一句話就是 當 鍛鍊心之前必須 強健你的體魄 因為我 我發現 我發現 當我假如說 我越要追求一些 很 很 就是 很 就是很強大的東西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身體 其實沒有我想像的那麼好 就是可以撐得住這些 我覺得我的靈魂會越來越強大 可是我的肉體 擺不住我的靈魂 所以我之後就加入了道館 然後也在那一年的時候就離開了家 然後那個時候又去 因為當時還是覺得建築 就是建築學這條路 有一個東西就是一定要完成 所以當時還到了建築師公會 去做他們的IBM的系統 那個設計的那個培訓 然後最後還是在那一年發生的一些事情 我離開了大經事務所 然後最後我還加入了 全台灣最大的 環境建築事務所 那我到那邊其實 我很慶幸我很早就到那邊 因為在全台灣最大的 建築事務所 我發現 因為這條路已經沒辦法再走了 然後我離開環境之後 我就跳槽到政大上課 然後在政大上課的同時 我開始接觸 跟建築相關的東西 然後之後發生了一些鳥屍 然後我決定告國家 申請國家賠償 然後官司敗訴 因為當時兩個月解決 我不打算再上訴了 因為那個時候我要入伍了 然後我就 之後就離開更新道場 然後 進入部隊 然後 開心的在 今年 退伍 離開 大致上這七年就這樣過 但是 其實裡面有很多的 detail 我沒有講到 所以現在還有1分45秒的時間 沒有想要知道哪個環節 你為了什麼打國家的關係 就是有一次去宜蘭的時候 一個道路弄壞了我的車 就是弄壞了我的車 然後我當時覺得那個道路實在太誇張了 然後之後才去查一些新聞片段 發現他以前就已經常發生這種事情 然後就覺得怎麼都沒有 就是他們怎麼放就不管 然後就很生氣 然後我就找了一些律師 問了一下 因為我沒錢請律師 我就問了一下鄉親 他們就覺得這可惜 然後本來當時是覺得信心 我就一個人就去 就是 跟他們這樣辯論 結果 我本來有信心會贏的 所以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換我輸 對啊 太遲了 不知道你的目標是什麼 真的是個大問題 由於只有五十 一秒的 五十秒的時間 一句話 一句話 知道嗎 好 其實我從高中畢業 就相信有一種東西叫做未來藍圖的存在 我也知道它存在 可是我當時被它中文誤導了 我有未來藍圖 這四個字 就一定跟建築有關 它一定是個設計圖的一個藍菜圖 然後我就開始就覺得 這東西一定在建築上可以找到 然後在環境 因為環境可以決定 就是最實際最實體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一定可以在那邊找到 所以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在建築 也在那邊拿出來 所以我最後在攀基底開之後 結果 其實我最後有發現 就是我在找到是在政大找到 大概就這樣 好 我們剩下六秒鐘 有沒有時間問問題 謝謝大家 就請坐下 在 pregnancy 它搜尋 出闷 風封 出闷 出廣 我們 最後 重寸